三国史上著名的关渡之战 曹操以赏胜多战胜援绍 那么这场战役究竟是因何而起的 进行关注一个傀儡的力量 罕见第八集 关渡因何而战 关渡之战是东韩末年三大战役之一 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倚若胜强的战役之一 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关渡 展开战略决战 经过一年多的对峙 曹操最终以两万兵力初起制胜 击破援军十万大军 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关渡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 以弱胜强 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力 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 写下了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 可是关于这一场著名的关渡之战的起因 究竟是什么 却有不同的说法 很多人认为 关渡之战就是袁绍和曹操 抢夺汉贤帝 抢夺领导权的一次战争 这种说法也把汉贤帝定义为了一个 任人摆布的鬼伟皇帝 可是江鹏老师却认为 关渡之战真正的本质 是袁绍和汉贤帝的一场对决 是因为袁绍和汉贤帝之间需要有个两段 所以才会有关渡之战 那么江鹏老师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一直没有正面出来的汉贤帝在其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江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戏的节目 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贤帝第八集 关注因何而战 公元的196年 汉贤帝在许昌立都 重新建构了中央政府 公元199年 在许昌朝廷的打击下 僭越称帝的元素 一支非常重要的分裂势力被消灭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由于汉贤帝的东规 整个国家呈现出 走向稳定统一的良好势头 到公元200年 也就是汉贤帝的建安五年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就是我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关渡之战 我们把这场战争的经过 简略的回顾一下 公元200年的春天 元绍带领着他的军队 主动向曹操发起攻击 曹操在关渡驻兵抗拒 我们对比一下双方的实力 元绍的大军超过十万人 而曹操这边能够投入战斗的两万人左右 关渡之战 是当时整个北方重新统一的关键一步 为什么说这次战争是北方统一的关键一步 在这次战争当中消灭了一个 重要的割据势力 就是元树的哥哥元绍 元绍在河北等地区的割据 可以说是北方统一最大的障碍 关渡之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元绍这个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形势当中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元绍这个人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占地广大实力雄厚 在汉县地滞留长安的岁月里面 元绍在东部地区辛苦经营 盘踞了很大一片土地 它的势力范围 包括当时的优州 季州 青州 并州 四个州 我们看地图的话 这块地区也就是我们今天 从山西北部 河北北部 往东这个触角 一直到辽东地区 往南 一直到山东北部 这么大一片地区 在地图上面 东部地区黄河以北 基本上都是元绍的地盘 地域广大 就意味着人口众多 耕地广袤 把这些条件转化成争霸的战争资源 就能够做到兵源充足 粮食补给丰富 所以元绍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史书上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 说他 举四州之地代价数十万 这个代价意思就是战士 那么说元绍可以随时调动几十万的军队 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元绍的硬实力 这是我们讲的他的第一个特点 硬实力非常强 第二个特点 元绍除了硬实力之外 还有卵实力 声势显赫 号召力极强 谈到元绍的声势 史书上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 叫四氏三公 这个词怎么理解 元绍的高祖元安 在东汉第三任皇帝 汉章帝的时候 曾经做到三公这个级别的高官 最高级别的官僚 接着呢 元安的儿子 孙子 曾孙 都曾经做到这个级别的高官 到元绍是第五代了 元绍之前的四代人都曾经做过三公 所以 这条四氏三公 按照当时的说法 元氏的蒙生 故隶变天下 受过元家栽培 提拔的官吏 遍布全国各地 分布在各个重要的岗位上面 所以元家是当时 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大家族 政治资本雄厚 也因为如此 所以元绍啊 贫瘠着这份雄厚的资本 他就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在他身边聚集了很多人 也有很多军阀是看好他的 所以史书又说 豪侠多富少 皆思为之报 周俊风起 莫不甲其名 很多英雄人物都认可依附 在元绍手下 希望报效他 很多周县呢 拉队伍起势 都是打着元绍的旗号 可见元绍这个人号召力有多强 那么和元绍这一软实力相应的 是元绍的一个特殊身份 什么特殊身份 我们知道当时董卓之乱起来的时候 元绍曾经在东部地区建立过一个反董卓同盟 元绍自己就是这个反董卓同盟的盟主 后来董卓胁地把这个中央政府迁到长安 在东部地区呢 就成为一个权力真空地区 把他留给了这些东部的实力派领袖们 元绍他就凭借着自己反董卓同盟盟主的这个身份 在这片广大地区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那么现在麻烦的是汉宪帝回来了 对于汉宪帝的回归 元绍没有表现出太积极的欢迎姿态 所以啊 汉宪帝曾经下过一道诏书 非常严厉的批评元绍 说元绍 地广兵多 而专治富党 不闻秦王之师 但善相讨伐 占着这么大的一瓶图 有着这么充足的兵员 从来没有为国家做过一点好事 只知道相互吞并 为自己争夺利益 那这个批评非常严厉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汉宪帝对元绍的不满 但是 随着形势的演变 汉宪帝到许昌历都之初 当时这个形势啊 各方形势还是非常复杂的 元绍作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 如果他不能归顺许昌朝廷的话 就很有可能成为许昌朝廷 统一国家的一个重大障碍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对于汉宪帝和许昌朝廷来说 如何处理和元绍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非常棘手 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必须要认真对待 所以我们看到 汉宪帝对于元绍的态度 他是有一个变化的 从不满转向怀柔 慢慢的开始去拉拢他 笼络他 汉宪帝对元绍的态度 从不满转向怀柔政策 汉宪帝希望通过拉拢元绍 来换取元绍对许昌朝廷的臣服 那么汉宪帝为此做了哪些事情呢 汉宪帝定督许昌以后 虽然表面看来 一切似乎走上了正轨 但是当时的局势却也是不容乐观的 东汉末年的乱局 并没有因为汉宪帝的归来 而风子当静 反倒显得更加波轨云厥 风云变化 虽然群雄们都认为 是曹操在携天子一令诸侯 可是他们也没有就此 经验于汉宪帝和曹操 因此如何摆平各路割据势力 就成为了摆在汉宪帝和曹操面前的 首要问题 而袁绍就是一个极待解决的大难题 那么汉宪帝会怎么做呢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 这一年汉宪帝派出了一个使者 去见袁绍 这个使者 名气非常大 东汉末年 大名鼎鼎的名士领袖孔龙 派孔龙为使者去见袁绍 干什么呢 封拜袁绍为大将军 并且让他监督 季清幽并四周 也就是实际上承认 许昌朝廷承认 袁绍对于季州幽州并州和清州 这四块地方的实际统治权 汉宪帝和许昌朝廷 他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承认 来换取袁绍对于许昌的臣服 那么这一次封拜里面 有两点 值得大家注意 那两点呢 第一个是时间 汉宪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派出了孔龙 要封拜袁绍做大将军 并且承认 他对这四周之地的实际控制权 大家去翻翻这个史书 就会明白 两个月之前 袁绍的弟弟袁绍在淮南称帝了 所以许昌朝廷 为什么要趁这个时间去封拜袁绍 这里面有玄机 通过这样的一种争取活动 希望袁绍在许昌朝廷和袁绍的 这个对立过程当中 不希望他给许昌朝廷 做多大的事情 但是至少希望他保持中立 减少朝廷的麻烦 以便朝廷专心的去对付袁绍 这是时间上的讲究 就在袁绍称帝之后两个月 第二点 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派出的这位使者恐龙 非常重要 为什么是派恐龙去见袁绍 而不是其他人 恐龙才华横溢 明满是灵 而且他是孔子的后代 派恐龙去见袁绍 这是非常有讲究 也是非常高明的一朝起 为什么 我们前面讲 袁绍出自四世三宫的名门望族 而在当时这样的大家族 往往又是世代传习鲁家经典的文化世家 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文化传承 袁家也不例外 和其他名门望族一样 也都是以鲁学世家相标榜的 那么你既然是鲁学世家 就要归忠于孔子 你看恐龙 不仅自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才子 士林领袖 恰恰又是孔子的后代 派恐龙去见袁绍 既给足了袁绍面子 也拔高了许昌朝廷的形象 同时也向袁绍亮了一张底牌 什么底牌 告诉袁绍 不要认为许昌朝廷刚刚立足不久 但是朝廷上面已经人才济济了 你看恐龙这样的人物拍得出来 所以这朝起是非常高明的 汉宪帝到许昌不久 这个袁绍就称帝了 然后朝廷派了恐龙为使者去见袁绍 我们可以说 这一次封拜袁绍的活动 是汉宪帝和许昌朝廷的一次危机公关 那么在汉宪帝派使者去见袁绍之前 主持朝政这个曹操 也对袁绍做出了一些浪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大将军这个职位 汉宪帝原来是给朝朝的 原来留给袁绍的职位是太尉 太尉虽然也是三公之一 但是按照东汉的政治惯例 太尉的排名在大将军的后面 袁绍认为自己无论是绅士还是实力 都强过朝朝 不愿意排名在曹操后面 那么对于曹操来说 一是惧怕袁绍的实力 二是为了达到笼络袁绍的这个目的 非常识趣的把大将军这个位置就给浪出来了 所以汉宪帝就把大将军这个位置给了袁绍 应该说在当时 汉宪帝和曹操的努力是起到积极效果的 所以在整个许昌朝廷消灭袁绍的过程当中 袁绍没有给朝廷带来更大的麻烦 但是随着袁绍被消灭 整个国家统一进程 进一步推进 袁绍和许昌朝廷之间的矛盾 就必然暴露出来 所以就发生了著名的关渡之战 关于关渡之战 我们通常现在一般的看法 是什么 对于关渡之战的起因 大家都认为是曹操和袁绍之间 必须要有一个对决 甚至为王留下来 关于关渡之战的结果 我们通常又认为是曹操打败了袁绍 这是我们对于关渡之战一般的看法 这个看法对不对 符不符合史实 我们待会儿再讲 我们先来讲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 我们看史书 史书上有这样一些记载 在这个汉宪帝立都许昌之前 在袁绍的这个阵营里面 就曾经很早有人给袁绍提过意见 要他先下手为强 把汉宪帝给迎接过来 携天子以令诸侯 如果被别人抢先 别人控制了汉宪帝 那别人就会假借皇帝的名义 来号令压制我们 这就不利了 就被动了 我们看袁绍身边有一个非常 也是非常著名的智囊 叫举兽 举兽就曾经向袁绍说 西营大驾 既攻耶都 携天子而令诸侯 举兽这个建议提得非常早 知识通鉴的讲法 在汉宪帝东归的路上 举兽就提这个建议了 那的确是非常早的 他建议袁绍趁早把汉宪帝 接到耶都 也就是袁绍所在的 这个统治中心 在这个地方立都 掌握了汉宪帝 就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就可以号令天下 但是袁绍当时 没有接受举兽的建议 结果被曹操抢先了 曹操把汉宪帝 接到许县 就是后来的许昌 接到了许昌 在许昌立都 那么在曹操 抢占了这个先机之后 袁绍呢 他又感觉到了曹操 携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 袁绍对曹操表达过 很强烈的不满 他说 曹操当死术矣 我则就存知 今来携天子以令我乎 袁绍说 曹操以前碰到各种各样的困局 都是我去解救他 如果没有我的话 曹操都死了好几次了 现在他控制了这个皇帝 控制了这个天子 就以天子的命令来对我发后施令 意思就是说什么 曹操忘恩负义 一颗脸就变 那么我们先不管袁绍的这个情绪 从袁绍的这个话里面 我们能够看出什么 史书通过袁绍的这张嘴啊 点出了一个许昌朝廷的本质 认为许昌朝廷的本质 就是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这也是我们一般的看法 那么前面这两条史料 我们看 一条是讲袁绍的手下 建议袁绍尽早的携天子以令诸侯 袁绍没有做 第二条是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以后 袁绍又感到大大的不满 对这件事情不满意 不爽快 那么这里面 核心概念是什么 核心概念就是携天子以令诸侯 对不对 核心的冲突是什么 核心的冲突就是 袁绍和曹操谁来携天子以令诸侯 我们一般讲关度之战啊 都是掉到这个思维套路里面 在这个思路里面 汉宪帝就是个大回垒 你抢过来我抢过去 任人抢来抢去 谁要是能够抢到汉宪帝 谁就能够号令天下 就是个傀儡是个木偶 那么因为袁绍认为自己的实力跟声势都强过曹操 那么现在曹操控制了汉宪帝 对他形成压制 袁绍对这种情况不满 所以他要叫板 所以他要发动关度之战 所以关度之战在很多人看来 它是什么 它就是袁绍跟曹操 抢夺汉宪帝 抢夺领导权的一次战争 这两个人真把无法避免的战争 我们一般对于关度之战的看法就是这个 但我认为这个通常的观点是不确切的 我们今天这一讲主要的就是要纠正这个观念 关度之战 曹操和袁绍的对立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关度之战真正的本质 是袁绍和许昌朝廷之间的战争 或者我讲的更加直接一点 就是在汉宪帝东归回到洛阳以后 袁绍和汉宪帝必须要有一个了断 所以才会有关度之战 酒鬼老谈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汉宪帝西建长安以后 袁绍联合其他的实力派人物 谋求另立皇帝 不仅如此 袁绍还多次杀汉宪帝的使者 汉宪帝和袁绍的矛盾越解越深 表面看来 关度之战的爆发 就是因为袁绍和曹操 为争夺汉宪帝所进行了一场战争 因为袁绍的实力和威望 让他不愿意拼命于曹操 可是江鹏老师却说 关度之战的真正本质 是袁绍和汉宪帝之间的战争 是袁绍和汉宪帝之间 必须要有一个了断 那么汉宪帝和袁绍之间 究竟有什么挤不开的矛盾呢 为什么这些矛盾 一定要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汉宪帝 袁绍 曹操这三个人的关系 我们先谈袁绍和汉宪帝的关系 那么袁绍和汉宪帝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呢 我们这个历史形势的发展啊 往往是以前的事情会对以后的这个走向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把袁绍和汉宪帝两个人的关系 从头到尾仔细的梳理一遍 大家会发现 袁绍和汉宪帝在很早以前 就有了很多很深刻的恩怨 这些恩怨是没有办法轻易解开的 所以关渡之战的发生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袁绍和曹操谁来携天子一令诸侯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汉宪帝是由董卓扶上台的 从一开始 袁绍对这件事情就表示反对 战不战成汉宪帝上尉 是袁绍和董卓决裂的导火线 因为董卓执意要把汉宪帝扶上尉 所以袁绍就逃出了洛阳 在东部地区拉起了反董卓同盟 可以说 汉宪帝一开始就是在袁绍的反对身中上台的 后来董卓挟持汉宪帝和朝廷迁到了长安 那么整个东部地区 我们前面讲过 他变成了一个权力真空的地区 群龙无首 那么这个时候影响力最大的 就是当时这个反董卓同盟的盟主袁绍 他以这样一个身份在东部地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由于董卓的臭名昭著 也由于袁绍的反对 汉宪帝这个皇位的合法性曾经饱受止疑 甚至于一度传出过汉宪帝不是汉林帝儿子这样的谣言 这个以前我们分析过 这个谣言跟袁绍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说汉宪帝跟袁绍一开始就有很深的隔阂 有很深的恩怨 那么我们可以讲两件重要的事情 这两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 袁绍跟汉宪帝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一件事情 汉宪帝西迁长安以后 袁绍曾经在东部地区联合其他的实力派人物 积极地谋求另立皇帝 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介绍过 他们想推举当时的幽州赤史 非常有口碑的一位中士人物 刘渝做皇帝 那么这个事情最终是由于刘渝不肯跟他们合作 没有成功 但是袁绍他们想另立皇帝这件事本身闹得飞飞扬扬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袁绍甚至让人给流于克制过皇帝的应息 从这些行动上就可以看出 袁绍对于汉宪帝的反对态度其实是比较坚决的 没有给自己留多少的退路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比另立皇帝更严重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是袁绍和汉宪帝之间当面罗对面谷的冲突 什么事情 袁绍杀过汉宪帝的使者 而且杀了不止一个 汉宪帝西迁长安以后 曾经不停的派遣使者到东部地区来做工作 目的就是要安抚这些在东部进行分裂割据的实力派人物 到各个山头上来安抚 其中有一次 汉宪帝又派了五位使者到东部地区来做工作 来做协调 传达朝廷的旨意 这五位使者 其中有四位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被袁绍给杀掉的 出平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一百九十年 这一年的六月 汉宪帝派遣了韩荣和胡姆班等五位使者到东部来做协调工作 那么这五个人里面 除了韩荣名望比较高 幸免于难以外 胡姆班以及其他三位使者 这四个人 其中有两个 胡姆班和另外一位使者 四辈是在袁绍直接指使下被杀的 另外还有两位使者 是被袁绍的弟弟袁树所杀 杀皇帝的使者这是性质非常严重的事情 袁绍兄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就在汉宪帝的使者来到之前不久 使者来前不久 董卓动手残杀了元氏家族 很多人 那么为什么董卓做这个事情 因为袁绍拉起了反董卓 这样一面大旗 而且自己是盟主 董卓当然非常愤怒 所以就动手杀了元氏一家 史书上说 元家当时的元家 十口以上 男女五十女口皆下于死 男的女女老老少少死了五十多个人 其中就包括元氏的叔父 还有元素一母同胞的兄弟 都被董卓所杀 这件事发生不久 汉宪帝的使者就来了 因为董卓杀了元氏一家 又因为汉宪帝是董卓扶植起来的皇帝 所以元氏兄弟就迁怒于汉宪帝的使者 杀汉宪帝的使者一泄分 元氏兄弟这么做 对不对 从感情上我们可以理解他 但是在理智上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呢 三国志里面说 这些使者是董卓派过去的 这个说法不对 为什么 因为当时汉宪帝已经到了长安 而董卓还停留在洛阳 他们两个不在一起是分开的 这五位使者是汉宪帝派往东部来做协调工作的 他们肩负的是朝廷的使命 而不是董卓的私人使者 他们代表的是汉宪帝不是董卓 其中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位使者 胡姆班 他在临终之前 在元氏杀他之前 写了一封绝笔信 这封信里面就把这个问题给点出来了 他说 福与董卓有何亲戚 一起同恶 而足下张虎狼之口 涂长蛇之毒 惠卓迁怒 何胜苦呆 胡姆班说 我和董卓有什么关系 我奉的是朝廷的使命 是替朝廷做事情 董卓的残暴是董卓的事情 你们现在因为痛恨董卓 迁怒于我要杀我 你们这个说法 比董卓强到哪儿去呢 就像这个吐出血口的这个虎狼 就像这个非常 这个带有剧毒的长蛇 你们做事情也这么歹毒 那时候胡姆班啊 他最后说 如果人死之后有灵魂的话 他要到皇天上帝那儿去控诉 那么胡姆班的这个控诉啊 他揭示了一个本质的事情 就指出 袁绍兄弟杀汉献帝的死者 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件事情 当时袁绍一时激动就做了 事后呢 袁绍也是非常后悔的 为什么 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就是过了若干年以后 汉献帝再次派死者去见袁绍 这一次啊 袁绍一改前态 亲自出城百里 到城外一百里的地方 来迎接汉献帝的死者 拜奉帝命 做出这样一个姿态 要修补和汉献帝之间的关系 这说明对于之前杀汉献帝的死者 这个事情 袁绍他是后悔的 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 性质这么严重的事情 不是你这样随随便便可以化解掉的 那么 汉献帝和袁绍之间的这些矛盾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问题 其实非常深刻的影响了当时局势的变化 甚至可以说 关渡之战的爆发 跟这些矛盾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一场改变历史的大战役 究竟是谁决定了战争走向 又是谁笑到了最后 敬请关注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献帝第九集 谁打赢了官渡之战 袁绍对汉献帝的态度 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 是不愿意承认 汉献帝天下共主地位的 不仅如此 他们对于曹操西偏子 以兵诸侯 也是心存不满 因此关渡之战的爆发 就再次难免 可是如果我们说 关渡之战的本质 是汉献帝和袁绍之间的矛盾 那么他最终 为什么会是以曹操和袁绍对决 这样一个形式体现出来的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分析 汉献帝和曹操早期的关系 曹操对待汉献帝的态度 和袁绍恰恰是相反的 我们可以举两个相应的势力 我们前面讲 袁绍他不承认汉献帝 试图另立皇帝 对于这件事情 曹操是表示坚决反对的 曹操对袁绍说 经右足微弱 置于奸臣 非有昌义亡国之性 而一旦改意天下其属安之 诸君北面我之膝下 曹操说 皇帝年龄小 被奸臣挟持 但是皇帝本人 并没有做过 使国家败坏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失德的行为 你现在要轻易地去改变这个皇帝 把这个皇位上的人换一个 这样轻易地改动 会造成群情汹汹 人性不安 改个皇帝 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曹操最后说 诸君北面我之西向 什么意思 北面 我们前面讲过 袁绍他们享用力的这个皇帝 刘渝他是幽州赤石 所以他在幽州在北面 意思就是说 你们去找刘渝 你们要立他做皇帝 你们去找他 我不和你们一起 我自西向 汉宪帝因为在西面 当时在长安 意思就是说 我只承认汉宪帝是唯一合法的皇帝 针对袁绍他们另立皇帝 曹操的表态是这个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值得我们注意 在汉宪帝到达长安之后不久 曹操就曾经派出过使者到长安去朝进汉宪帝 当时曹操刚刚平定远州地区 也就是我们今天山东中西部地区 刚刚把这块地区给平定 在这里站住脚跟 他就马上派使者到长安去朝进汉宪帝 而且有很多史书都记载了 都留下了这个使者的名字 这个使者名字叫王帝 可见曹操派使者到长安去见汉宪帝 是确有其事的 那么曹操的使者到达长安之后 正好赶上 李确 郭范这些军阀 因为要为董卓报仇 然后攻破长安挟持朝政的时候 正好碰到这个档口 那么李确 郭范就把曹操的使者给扣留下来 他们扣留曹操使者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说 关东欲自立天子 经曹操虽有使命 非其致使 李确跟郭范说 你们关东不是想自己立天子吗 干嘛还假惺惺的派使者来 后来汉宪帝的大臣当中 有人出面替曹操解释 他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另立天子的是袁绍这些人 曹操虽然也在东部 但是他跟袁绍不是一回事情 跟袁绍不是一条心 他对于汉宪帝是忠诚的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以后 李确跟郭范给这个使者放行 这个使者就见到了汉宪帝 曹操对于汉宪帝的款程之心 也由这个使者传达到了汉宪帝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大家注意 什么细节 就是李确 郭范 他提出来的要扣押曹操使者的这个理由 理由就是你们关东地区 不是想自己立天子吗 虽然经过解释 长安的部分人士对于曹操的误会被消除了 曹操说曹操没有参与这个活动 但是这件事本身反映出什么问题 反映出袁绍要另立天子这件事情 的确是闹得沸沸扬扬人所尽职 大家发现什么问题 就是我前面讲 对于汉宪帝的态度 曹操跟袁绍这个人是这两个人啊 是恰恰相反的 袁绍不承认汉宪帝要另立皇帝 而曹操始终只承认汉宪帝 承认汉宪帝是唯一合法的皇帝 袁绍这个头脑发昏 昏到居然敢杀汉宪帝的使者 而且一杀就是四个 曹操呢 曹操他是主动的要派使者去见汉宪帝 并且非常积极的维护他和汉宪帝之间的 君臣名分 两个人的事情做的恰恰相反 所以我们分析汉宪帝 袁绍 曹操 这三个人关系的时候 大家能发现什么问题 大家能够发现 汉宪帝跟曹操的关系是顺的 一直就没有什么疙瘩 所以后来他们的合作才有可能 才会这么顺利 而袁绍和汉宪帝呢 两个人一开始关系就是拧的 汉宪帝刚一上台 袁绍就用很高的调门唱反调 后来我们前面讲他又杀汉宪帝的使者 两个人关系一直就不顺 一开始就有恩怨 这么总结下来 汉宪帝 曹操 袁绍 这三个人当中什么关系 汉宪帝跟曹操是可以共存的 汉宪帝跟袁绍是不能共存的 所以必然会有关渡之战 所以关渡之战当中 袁绍必然出局 那么我们看三国志 袁绍传里面 在讲到关渡之战 第一句话就是 出天子之力 非少义 汉宪帝的上台 从一开始 袁绍对这个就不同意 不赞成 三国志 为什么要把这句话 作为关渡之战的开端 这是点睛之笔 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告诉我们 关渡之战的本质 是袁绍和汉宪帝之间的矛盾 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 是袁绍跟曹操 谁来携天子以令诸侯的问题 不是 当汉宪帝还在长安的时候 他跟袁绍可以说是天各一方 这个矛盾还可以掩盖 当汉宪帝回到中原的时候 在许昌立都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你这个国家 要进一步的稳定统一 那么汉宪帝跟袁绍之间 这个矛盾必然会暴露出来 必然会有一个了断 所以 我们 我刚才为什么说 关渡之战的这个爆发 它的本质 不是曹操和袁绍之间的矛盾 它是汉宪帝和袁绍之间的矛盾 或者说 是汉宪帝回到中原以后 要这个国家重新走向统一 必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这是我们讲的 关渡之战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至于到底是谁打赢了关渡之战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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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